在外面的同事高談闊論的時候 我在音響房裏面就想教大家的小貼士 這雙喇叭是L220 在日本運回來的 這些二手喇叭回到來 其中一件事大家可以做一下 就是上一些螺絲 尤其是低音單元 因為經過一段日子低音單元震 或者搬運的時候震過的時候 那些螺絲是可能會鬆的 我試過在美國Ebay運兩隊看回來 是所有螺絲都鬆了 有一顆直接掉了出來 幸好沒有合到單元 所以那些二手喇叭回到來的時候 都是用螺絲批 就上一下它穩陣 那我們現在就上上 看看它有沒有鬆到 是鬆了少少 但是千萬不要用死力強硬來 我們扭到盡 就算了 收手 千萬不要這樣做 因為第一 螺絲就不是新正的螺絲 可能它會突然一扭斷了 在裡面就救命了 另外就是 木也可能會有老化的 所以你太大力擀 又會令到它滑啞 所以不要太大力 我們慢慢 每一顆它鬆的程度都是不同的 好 那上緊它 看看高音有沒有 有沒有鬆 有沒有鬆 高音非常好 高音沒有鬆 不知關不關我剛才說的事情 就是低音單元 經過這麼多年 震得多 下面那個轉頭我才上 總之我重點就是告訴大家 二手喇叭回來 找個螺絲批 慢慢上緊一點螺絲 等個單元 就貼近這個箱 心理上會好些 謝謝